快速道路路間 一輛賓士車冒出熊熊火焰 吞噬整輛車 好端端的車 怎麼會突然起火 意外發生在27號早上10點 台62線東向2.6公里處 發生火燒車 當時車上駕駛和乘客 及時發現 將車停在路旁 踩一下車 車子就陷入火海 對啊就停到旁邊就糟起來了 有聞到什麼味道嗎 燒焦的味道 車上有放東西嗎 沒有啦 消防局後報趕到現場滅火 不到10分鐘時間 整輛車就燒到只剩下骨架 由於火勢太過猛烈 消防隊以泡沫灌舊 火勢立即受到控制 到達的時候車輛全面燃燒 總共我們同仁出一線 那個N7 總共將火勢撲滅 問駕駛 駕駛是說他開到一半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發現那個引擎 那個冒煙 所信駕駛及乘客 及時發現下車 才沒有造成傷亡 根據駕駛表示 賓士車車鄰大約10年 前三天才保養過 但究竟為何會突然起火 還有帶火調人員進一步調查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會進行車 可以進行車 可以進行車 到後面 他會出現